现在这个疫情烧进了校园里面 家长想必是最担心的 所以我们也请到专家来看看 在幼儿园里面该有哪些防疫的措施呢 除了要加强清销之外 也要提醒环境一定要通风 教室要开窗 还有装上电风扇 甚至是空气清净机 主要就是要加强空气的流通 而孩童小朋友常常使用的这些塑胶制品 一定要赶快的消毒 因为这个病毒很有可能停留在塑胶的表面 除了加强清销之外 也要尽可能的减少使用 只是现在很担心这个Delta病毒 可能早就进入了社区 而且传播链还不止一条 吃饭喝水午睡幼稚园的小小孩 上课一起玩在一起 就在你浓我浓的时候 新冠病毒的感染风险也如影随形 不过孩子的症状和大人不一样 重症几率低 多半是轻症就像是一般的感冒 轻症的原因就是较少的病毒受停 正因为不容易察觉 就更不能忽视在疫情中扮演的角色 尤其幼儿园所使用的教具或是玩具 都是新冠病毒超爱的塑胶制品 病毒至少能在上头停留三天 就怕间接接触有风险 除了不停消毒 专家也建议减少使用 但最重要的是教室空气内的流通 专家再三靠界不是没有原因 主要是按照目前的疫调 Delta病毒早就进入社区 而且传播链可能不止一条 就目前的资料显示 住在板桥某社区大楼的埃及爸爸 在八月四号到八月十八号 都在防疫旅馆 而九月九号新增的装修工人 在八月十二到八月十四 以及九月八号进入过社区大楼装修 时间上并没有重叠 那装修工人的感染源在哪里 以目前幼儿园和社区感染的状态来说 专家研判病毒恐怕已经传到了第三波 加上台湾接种完两剂疫苗的覆盖率 不到已成 要是疫情持续扩大 恐怕得把警戒拉回到第三级 华尔新闻里亚张多永台北报道